一个创务员被控藏油100公升汽油等物品 在区域法院被判囚5年 另一种涉及3个被告 前年在港铁沙田站习警及暴动等罪成 分别被判囚1年去到3年9个月 前年9月初大批示威者 在港铁沙田站包围警员及冲击控制室 其中分别47岁和44岁的被告刘远玲和谢嘉伦被控暴动罪 刘远玲也被控一项集警罪 29岁的被告李俊林就被控拒捕 和管有攻击性武器两项罪名 法官葛启安判刑时说 法庭不会容忍针对警员使用的武力 各个被告公然暴力袭击警员 冲击控制室 令到案中的情节更加恶劣 而案发地点在沙田站更加造成市民不便 刘远玲和谢嘉伦暴动罪成 被判监3年9个月和3年8个月 李俊林就被判囚12个月 另一宗案件40岁的被告吴韦浩 前年11月2日在元朗停车场被搜出汽油弹 只有在去工作的元朗贸易公司货倉里面 再搜出5个再有大约100公升汽油的桶 也有卡式石油器、玻璃瓶等物品 他早前承认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 和意图摧毁财产两项罪名 区域法院法官葛启安判刑时说 被告为了表达证件冲击法治 南用雇主信任 将办公室变为制作测试危险品的货倉 行为令人发指 有引述专家报告说 如果被告有足够玻璃瓶和布税 可以制成300支汽油弹 形容被告简直令人插舌 最终判他监禁5年 武士练司机者流进欲斗 他监禁5年